镜头回到台湾正言上人行脚 今天在新北市的三重 为海外归来的辞称委员受众 今年的队伍很特别 有人是眼睛看不到的 也有人必须坐轮椅 还有人得要洗肾 他们都克服了身体的病痛 勇敢承担志工的使命 上人感恩大家的一心一志 清澈亮丽的双眸 要仔细看才发现 他其实是一位视障者 钱秉宁远从马来西亚 来到台湾受证 眼睛的痛苦 让他一度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对其他非常恐惧 我对人也非常恐惧 因为我是单亲家庭的 我从小就没有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上人的句句鼓励 让陈品玲找回自信 进而用乐观态度面对人生 这一天陈品玲第一次和上人见面 要多用心 心眼娱乐也重要 要心眼要照顾好 大家都是互相用派陪伴 但是自己要很有力 上人的祝福 加上慈祭家人们的拥抱 让陈品玲学习用心去感受 这种的一心一字 愿意来说证 似乎看在心里感动 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 我也是默默的为他们来祝福 那各位 你们的健康就是保 你们的发心呢 那就是保障 慈祭之功克服身体残疾 坚持行善 让人体会生命的无限宽广 没有残缺的心灵 同样能让世界更美 大爱新闻理事成万嘉宏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